我们来讨论顺序兑换的技巧 我们有时候遇到的一些题目是非常困难的 比如说像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如果我们直接来计算 同学看 这边是1的负x平方 这是以x为变数对它来积分 这个是很困难的 这个地方的话 这是高等函数 没有办法直接把它写成它的范围分 那么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使用变数变换的一个顺序对调的一个技巧 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简单的题目 那么我们的话在做之前 我们先要讨论一下它的范围 这边y的范围是0到1 x的范围是2分之y到x等于2分之1 那么我们画一个直角坐标来看 好我们来看这个题目 y的范围是0到1 也就是我们这边来看 这边假设是1 它是这个范围 再来看x的范围 x是等于2分之y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斜律为2的一个 这是叫x等于2分之y 还有一个呢 x等于2分之1 这是2分之1 这边x等于2分之1 那么x夹在这两条线之间 y夹到0到1之间 这是一个三角形的状况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题目呢 我们就来一个顺序对调 顺序对调的话呢 不能够直接这样对调 我们需要从它的这个围出来的区域 来做一个计算 这边是1的负x平方 原来是dx乘dy 我们把改成dy乘上dx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区域 如果来看x的范围是几到几呢 x范围就是0到2分之1 我们这边就写0到2分之1 那么y呢 y的范围是由下到上 我们来看 由下到上 这条线是什么 这条线是y等于0 这条线叫做什么 这条线x等于2分之y 就是y等于 这就是 这就是y等于2x 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我们这边要怎么写呢 y等于0到y等于2x 好 我们这样写出来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积分就简单了 怎么看呢 我们看中间的 这个函数跟y没有关系 我们就直接加上一个y就可以了 这边直接加上一个y 1的负x平方乘上y 范围 y的范围是0到2x 外面还有一个dx 继继续写下去 这边2x带进去 扣掉0带进去 所以这边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2x 1的负x平方 dx 这个地方就可以积分了 多了这个以后 一个困难的题目就变成了简单的题目 我们把它直接积出来 这边刚好就是负的1 负x 二四方 范围由0积到二分之一 我们把二分之一带进去 扣掉0带进去 于是等于 来我们继续写下去 二分之一带进去是负的1 二分之一带进去是负四分之一 减掉0带进去 0带进去的话呢 任何数 1的0次方是1 这个是1的话呢 是数字的1 这样子减掉1的话呢 就是变成加1了 所以我们这个答案的话呢 就变成了这个 我们把一个题目 经过了顺序对调之后 本来是一个没有办法计算的题目 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 可以算出来 那这个技巧的话呢 同学的话呢 一定要学会 请记得订阅点赞讯会